当地时间11日,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1天,成为美国时尚政府停摆时间,并列第一场的一次。 不过也是在11日,总统特兰府突然应该此前几天反复表示,会很快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说法,冲自己不打算立即这样做。 我们现在不想要国家紧急状态,我不会这么快就采取这个做法。 当地时间11日下午,特朗普在白宫与执法官员举行原作会议时这样表示,曾多次暗示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就在前一天,特朗普还在此暗示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,已绕过国会,得到他想要的57亿美元修签资金,白宫和五角大楼,据传,也已开始为此做法律和经费等方面的准备。 不过连一些共和党员也担心此举会带来不利后果,爱荷华资深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11日就表示,总统不应该这样做,宣布国家紧急状态,将是一个极糟糕的先例,而且联邦法院也会很快介入。 另有报道称,特朗普正在考虑动用紧急救灾的款项来进墙,其中包括用于博州、德州、博多林的巨峰灾后恢复的款项,以及加州山火山后的款项。 报道称,由于这些拨款项未正式到位,总统有权改变款项的用途,比如拿来建墙。 这样的提议是11日在众院引发共和党人的反弹。 来自德州的国会众议员巴斌表示,他的选权仍在从巨峰行为的影响中恢复,希望总统从别处得到他想要的资金。 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卡特则说,毫无疑问,乔治亚仍在从巨峰的影响中恢复,他多数总统不要动用救灾资金建墙。 据悉,美国上一次联邦政府关门21间之9,还是1995年底,到1996年初的克林顿在任时期。 而迄今为止,尽管特朗普在国家紧急状态仪式上有所松口,但他与国会民主党人之间,就偏经常的分歧,还没有任何有望达成协议的迹象,两党先出互相指责,也毫无实际进展。 当地时间1月11日,民主党人在催促克朗普和共和党人妥协上,再做了一次努力。 众院以240-179通过一份可使内政部、环境保护局和森林服务局重开的法案,有十名众院共和党人也投了赞成票。 本周以来,由民主党控制大多数席位的众院,已经通过四项法案,试图让部分政府部门重开。 当地时间10日,参院民主党人试图对一份已在众院通过的预算法案进行投票,其中并不包括坚强拨款,但最终被参院多数道领袖麦康奈尔拦下。 麦康奈尔还表示,除非民主党人与总统特拿普,就修强预算达成一致,否则,参院不会对任何预算法案进行投票。 联邦雇员雪上加霜从11日开始,叶联邦雇员的薪水,也开始暂停发放。 政府部分官们以来,已有大约80万联邦雇员深受影响,他们或是被迫停职,或是无薪工作。 当天本明是他们领薪水的日子,但由于政府停摆持续,他们无法得到这比过去两周时间的工资。 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,政府每停摆两周,国安部雇员总共就失去6.37亿美元薪水, 司法部雇员为4.13亿美元,财政部2.15亿美元,交通部2.08亿美元,内政部1.6亿美元,农业部1.5亿美元, NASA,国务院,商业部,环境保护局,统计局及住房发展部的雇员,也都将各自损失数千万美元的工资。 联邦雇员失去薪水,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无法维持房租、食物等基本生活费用,如果关门继续,他们甚至需要动用储蓄和贷款等方法,影响消费者支出水平。 目前的情况已经是美国失去超过22亿美元的消费能力,对经济发展不利。 被停职的联邦雇员,每月平均总共被全美定期贡献48亿美元, 一些全职雇员在停摆结束后,会得到补发薪水,这部分支出能力,也将得到弥补, 但对于一些合同雇员来说,这些失去的薪水,将再也无法补回。 华尔街担忧当地时间时运,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和12月表现未达预期,美国航空AA的股价出现下跌。 华尔街投行口恩口认为,政府关门影响到公路旅游,联邦合同雇员为工作出行等,从而影响到航空业, 而美国航空的枢纽中心,是华盛顿特区的利根国际机场,因此影响尤为明显。 卖格里集团也表示,政府关门可能导致退税,消费能力减化,对零售业产生损害。 而BMO Capital则担心一些真的低收入民众的商店,可能受到更大拖累, 因为粮食权和其他低收入福利,可能被政府关门所影响。 长期来看,麦格里集团还担忧,白宫和国会对于边境墙的争论, 使得一隔之已久的基建计划,又增加了不确定性,引起钢铁行业相关业者的焦虑。 各场远来说,投行Stiefford还认为政府关门可能会使得网络安全, IT等从业人员,未来不愿意再为联邦政府工作。